葡萄牙参加卡塔尔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已经出来了 那么咱们看一看这个首发位置都有哪些 我的估计是门将来自罗马的帕特里希奥 两个中后卫卢本迪亚斯和达尼洛佩雷拉 左后卫努诺门德斯 右后卫曼城的坎塞洛 两个后腰威廉卡瓦略和卢本内维斯 前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是必费 那么左边风拉菲尔莱奥 右边风贝尔纳多席尔瓦 那么正经的这个中锋九号 那就是克里斯特亚诺罗纳尔多 他这个阵容当中还带上了这个老将佩佩 包括这个他这个弱塔伤了反正是参加不了 但是咱们说一说 葡萄牙在世界杯当中他能走多远 我感觉本届葡萄牙 他这个阵容的确是强 而且每一个位置都是非常实用的 不仅仅是来自国内联赛的 而且还有欧洲五大联赛的这些球员 你比如说必席和必费 这一个是曼城的侧动核心 一个是曼联的侧动核心 还有AC米兰的大腿拉菲尔莱奥 当然了还有这个老将C罗 这也是C罗第五次参加世界杯 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那么现在我感觉葡萄牙应该考虑的是 首先如何做到先从小五赛出现 他是所在的这个小五 有乌拉菲有加纳有韩国 每支球队之间都有故事 韩国和葡萄牙队在2002年世界杯的恩怨 这20年以后应该解决一下 包括这个葡萄牙和乌拉菲上届比赛 葡萄牙进入到16强 就是被乌拉菲淘汰的 其实我说实话 乌拉菲有点嗑这个葡萄牙 包括加纳 加纳和乌拉菲 这也很有看点 而且加纳这支球队 我感觉他应该是本届所有非洲球队当中 应该是表现最好 所以说你抛出一个相对弱的韩国不谈 就葡萄牙这一组 我感觉乌拉菲 葡萄牙包括加纳都有出现的这种可能 这对葡萄牙队来说是一个挑战 但是葡萄牙队本身实力够强 这些球员不仅有名气 而且还实用 但是他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C罗这个位置的使用 因为C罗他从这个赛季八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 他始终没有找到射门的状态 也始终没有找到进球的球感 而且咱们大家也看到了 虽然说C罗很努力 他在场上的状态真的不是很好 包括射门的脚感一直没有调整过来 当然了也有很多这个小伙伴说 C罗可能会到国家队就调整过来了 但葡萄牙的主帅桑托斯也是一个考验 如果说C罗这些点发挥的不好 那就要及时拿下 我感觉这个RB莱比奇红牛的那个安德烈锡尔瓦 可能会顶上C罗的这个位置 这个莱奥和B席他俩造柄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你包括这个B费 输导进攻的能力都很强 经常看比赛的人大家都知道 万一到C罗这块最后一脚处理不好 那他就会浪费很多的机会 那当然要处理好 那这个葡萄牙就无敌了 是不是今天我看还有我今天还看一个主播说 说C罗在年轻几岁就好 那当然了时光当然不能倒流了 对不对 如果说C罗这一点要是处理不好 那及时的拿下 安德烈锡尔瓦我感觉就顶上去 反正这个造的这个饼 最后点为什么不就是为进球吗 对不对 你进球才能取得这个比赛的胜利 所以说C罗这一点的发挥至关重要 那其他的他整个中后场这个三条线 你像其他的球队都会有一些弱点 葡萄牙不仅是没弱点 这个三条线很均衡 而且这些球员都很实用 你包括这个葡萄牙阵中 还来了很多 你比如说今年啊 这个波尔图 本菲卡这些俱乐部 打欧冠打的都特别好 都是欧冠小组第一出现 有很多球员也加入到了这个葡萄牙的国家队当中 所以说对这些球员的使用 最后就是为了进球 那关键就看C罗这一点如何发挥 是不是 如果说发挥不好 很有可能错失葡萄牙很多的这种良机 你就看葡萄牙的主角链 有没有这个魄力了 关键还是要看C罗的发挥 因为毕竟他来到葡萄牙 肯定是要占据一个首发中锋的位置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